玩具TV第16季大結局差不多尾聲 今次要介紹的就是大家去不到的日本 而本身真是黃斌的1比1 入了世界建立市紀錄大全的可動18米高淡 這個掀起國際風波 話說美國有某些政客說為何這些人這麼無聊 做這些可動機械人為甚麼 他們不知道迪士尼樂園是國關發明的 他完全不會將那樣東西放到自己的想法 你知道旅遊業是多重要嗎 首先說盒子 很漂亮呀 很薄呀 如果我們在賣衛生巾的話 這個是賣點來的 很薄呀 其實玩Gundam Fix的朋友會比較習慣 因為Gundam Fix的盒子普遍偏薄些 坦白說他這次真是再薄些 但你本身的box art是OK的 因為你看到他的印刷很有趣 他不是拖銀來的 他本身整張應該都是紋體紙 他整張都是紋體紙 就蓋了四色上去 就留一些空間 即是想有反光下降的地方 就五印東西 就透了一個光出來 我不知道看不看到 在鏡頭前面 應該看到是反光的 這個算是多扣盤的 因為他整張紙都是紋體紙 所以他後面呢 他連後面的眼睛 排氣口都反光的 都反光的 OK 不知道看不看到 對不起 我經常覺得這個盒子很有趣 你看看正面 他特意畫一條線 令到他有一隻腳跨過了 即是有些3D的感覺 但這條線 如果你不是特意去看的話 其實他就這樣拉在橡筋 在表面拉在橡筋 對,好像拉在橡筋 我覺得這個橡筋有點奇怪 不過有心的 其實是很漂亮的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盒說完說明書 本身其實不多 兩份東西 這份本身其實裏面有些什麼包 其實都是老身上談 相當簡潔 對 很坦白說 看一看 本身主體就是一個法寶膠 另外就有兩排件 一排就是主要是台座 就是這個 是正的 第二就是武器 包裹造型手 造型手很多 足足包裹 原本的兩件 十二隻 半搭 問你死了沒有 有炮 時啤 天線 盾 盾 劍等等 而它裏面又有些手是很有趣的 對 為什麼我會擺個這樣的姿勢呢 我印象中史上高達系列有一個V字手勢的造型手 應該是沒見過的 那個女高達會不會有 即是那個 劍貴爾 No Bell 那個模型來的 不過它是比較 異人化一點點的東西 正常在這個UC世紀是不會出現這麼可愛的 我相信它是現場當它表現 有機會是整個V字手勢 它會擺這些姿勢的 另外就有一張Tamashi Nation的Light Up 完全是賣廣告的 解體像機 Metal Build Gundam Fix Car Signature Robot 和Metal Robot 和基本上Bandau高階的產品線 和高達有關 都在這裏 很賣力地賣廣告 不知道這些產品在橫濱有否可以賣 如果賣不到也挺深厚的 看完又不能賣 我覺得應該有的 多還是少的 相信甚麼都放上去 還有到橫濱我也是買這件的 老實說 真的看回本身的件 我相信剛才大家都轉了藥杆那麼多個圈 看見到或是停一停 有顆的 要按一按一顆的 台座方面我想拍一拍 因為它也有些心思 有些心思原因 本身它又靠兩個 側跟的武器收納架 將你本身整盒東西 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放上去 這一排就擺造型手 盾 你連這個都可以放上去 這個真是好搞笑 真是問你死了沒有 我不敢說好還是不好 但是你叫做擺進去 這邊就正常地擺支炮 槍 而且你看到它上面有些小洞 它可以將手形拆下來 對 所以基本上可以接近擺 有些類似Figma 所以台座方面我雖然不敢說 我的設計很漂亮 也是一般的台座 也挺實用 如果你問我 我希望它可以細一點 我覺得它面板可以印刷再漂亮 因為比方說你買紅迷、金迷、藍迷 那些很漂亮 它全部都燙了金、銀、藍 不過這個稍微弱一點 不如入正題 應該留個後手 好 先拆下來看看 這個稍微弱一點 這個稍微弱一點 稍微弱一點 稍微弱一點 刷上去的時候 稍微弱一點 絕對可以 放一些正常的姿勢給大家看 可以扭一下腳 需要握槍嗎 我很喜歡這些聲音 很棒 因為它是合金的跳尺 很漂亮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說 已經入手了這件 F00的話 我想提醒大家 很棒 換個美少女手 暫時放下美少女的內心 做回握槍的大叔 它本身的造型 你接不接受就見仁見智 當然很多人都畫頭很大 我挺接受的 但其實整隻拿上手的比例 它是平衡的 因為胸肩膀比較闊 你用回人的比例去說 整件事就容易接受很多 拿上手就沒有那種很難突的感覺 我覺得外形也是很殺蝕下的 本身其實如果大家已經買了 又開始玩的 我相信有一個地方大家都會覺得多fuckuate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這一個關節是實到一個點的 你買回來你不用搖底 你拿著上臂 爽扭 好 360度 你就可以扭動了 因為真的絕到實到 你初初以為它是瘋死了 我可以用瘋死的誇張 我發覺我在iPhone 10 看直播 顏色出得不太美 實在是顏色比較漂亮 黃是橙一點 芒果一點 就沒有那麼小便 小便 因為我現在在iPhone 10 看 它的黃是挺鮮的 其實應該是芒果一點 或者我想逐個逐個說 整個東西 22000日圓的賣點在哪裏 當然 如果你以為它可動性很高 我覺得它會令你失望 為甚麼呢 當然 其實手、腳、頭、下盤 是一罐METAL BILD 或者GFF MC給你的東西 我不多說 不過 它的腰 既然沒有核戰機的話 我覺得它本身是做少了很多東西 為甚麼呢 因為它可以讓你動 它可以讓你動 但是動到幾乎等於沒有分別 因為它的設計 不大一點直線 前面有一個類似Z位 就會阻礙它向前 沒錯 機艙藍色的部分就頂住了 但其實你之前玩 可能有METAL ROBO1 或METAL ROBO1 它會吃進去 是的 但這個可能因為它想做原樣 它本身沒有做可動 雖然它分了顏色 它一件過 就變了將它的腰的關節 局限了很多 它這裡有拆件 但是 不會令到你的可動性有甚麼很大的進步 因為它這裡也會頂住下面的盤骨位 我想BANDAI的意思是 它現場1比1的可動性都是這麼長的 我覺得它是不動性的 它本身左右 其實它也是可以弱量地動 不過也是因為設計關係令它頂住了 就不動得不多 左右就靠下面最底接近盤骨的位置做一個左右 是這麼多 不過 它也有一個挺有趣的GEMIC 就是 後面我零零細細已經拆掉了 看到有顆BAN鍵 拆開了 它應該是史上第二件 可以玩著燈的 超合金系 它的燈很接受 第一隻是WOQ 第一隻 覺得不是很顯 應該是因為電是它本身的筋 可能它不是很 不是很漂亮 可能要用手指遮一遮 看到本身有三個位置有光 額頭 眼 以及排氣口 所以大家剛才看到在這個盒面 為甚麼那幾個位置會偷通了 做回這個 金屬反光效果 就是這樣 你問我其實我覺得OK 其實是漂亮的 而它除了正面之外 其實頭後面 也是有燈的 哦 是呀 它前後一起通燈的 那個英雄觀 英雄觀這個名字很棒 當然 在我手上 我都會玩盡它的可動性 頭 可以的 它本身因為頭頸位 以及胸口位 都有兩截波Join 所以變成有一個 不算太差的可動性 而它的頭的可動性差一點 就是因為頭太大 是 我又不能叫太大 我覺得它的比例來說 它的比例是 它的身體其實很多靈角 但它的頭是Origin 頭很軟 所以 它的頭的風格 跟其他位置相比 而且它的頭盔 新設計 是拖長了 變相 令頭的面積 看上來 大了很多 它真是一個真人戴了頭盔的比例 所以 習慣了看Katoki的設計 頭比較細 對腳比較長 看上去這個F00 就會覺得 有一點點出入 Anyway 我不說可動性 反而又想大家 Close up 看看本身它的著色 和那些 Marking 我覺得整件事 這一隻 F00 最大的賣點 當然看你本身接不接受這個設計 它那些 紋理 和一些 格線的分野 是比任何一個高達都豐富 一來有個性 二來 情報量是多很多 亦都就著本身 它在裝甲上 會分了幾隻色 有黑鐵 有灰 有白 變成在層次上 亦都做到 很突出的效果 其實你就好像 得了黃斌的 1比1微縮下來的 產品 其實以前舊的1比1高達 它有出過模型 即是合金骨架 合金關節的一隻模型 和一部電話一起賣 沒錯 是 類似 另外你看深口的marking 或者就著的賞色 比較少見在高達出的 就是這種粉藍色 這個粉藍色和它的area很大 是啊 你買這個顏色 就會覺得挺有趣 當然 你問我自己就OK 可能見太多RX782 不知道 我希望它的粉藍不要那麼粉藍 我反而覺得 個人意見 如果它把粉藍的範圍 收回細 或者平均地在深口不同的地方做一個間線 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 是的 我就想它的色 不要分岔那麼大 其實它太跳 如果不太跳 就會好看 而且它始終是有軍事器具 不應該用一種 那麼Sharp的色 對 例如 剛才的Shtrike 那把劍感的藍色 你可能要砌下去會覺得很厲害 我想這個故事補完之後 就說 其實當初阿寶拿到高達洗手 那個顏色 是一個 好像別人的TEST TYPE的顏色 就是 綠色 好像 這個顏色 這個紅黃藍白 不應該這樣上戰場 我看過一個解說 另外 我想說多一點 其實F00 因為F00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大家麻煩幫我補完 這部F00是大戰後 收回一些殘渣零件去拼湊出來 不是RX782 所以為甚麼特地要叫RX78F00 就是這樣 是紀念這個 當作戰士或所有的 其實它可能是宣傳用的機器 所以就給了一個很Sharp的顏色 你當作是一個雕像這樣擺到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黃色也有分到兩隻顏色 這個真的很厲害 唯一有出場的一些 鉗黃色就在 平時用來擺大氣圈用甚麼袋的位置 變成 在色澤 來說這部是豐富得可怕的 因為它連飛機用的指揮燈 黃色 紅色 在MG1.0的時候有落過 之後就沒有了 拳頭的陰陽色 即是它手背的護甲 是有少少類似 銀灰 然後前面就用了 黑色 那不是PVC 手指是PVC 但是你看到整件事 你猜不到一件高達 你以為紅白藍 Sorry 你多了六、七種顏色 都不出奇 整件事是多瘋 看見可動性 沒錯 還有東西 是的 反而火龍性我覺得 沒甚麼特別大想說 但是我想拿麥克風近一點 就是這些聲音 很廢的 多開心 當時覺得值回票價 就是這些聲音 當然 剛才說的 緊得 阿媽都不認得 你夠薑就像我這樣 喪樓 喪樓 喪樓之後就沒問題了 沒錯 因為它絕住了 二重關節 我轉開這隻手 這樣看 完全沒有問題 肉是肉酸一點的 可動性 有些串崩 都串了 不知道實物是不是 那麼肉酸 可能 我覺得是 其實很多人問肩膀 為何會有杯面的桶 但原本的實物是靠桶來向前轉的手 因為它沒有分得那麼細 所以直接拿來向外轉 有點不同 是的 另外提醒大家 其實拆電很簡單 到時會有一個位置 拆走了那個紙 就可以著燈 另外 噴射口也是一個 波杯 可以照樣調校角度 這是不錯的玩法 但記得不玩就要拆回電 否則是爆電水 是的 說得好 等於你玩Hot Toys 下肢的可能 大腿 下肢 裙甲互相 互相 都很容易 扣到大腿表面 因為它每一道地方都是全裙塗的 所以 起了裙甲才能動大腿 你看到裙甲亦都已經可以全部揭起 亦都看到裙甲骨關節的構造 你待會要飛敵 慘了 大家看到本身 其實在大腿 這裏都有個連動 連動第一次玩 以為它裂開了 以為它脫了 但原來它是這樣的 它是會分開的 聲音很好聽 但它的膠很有趣 例如這個腳 你會看到它的腳大腿裂開 是它這裏有個膠 它是分開有另一個膠 在這個位置 上面這裏 它才會有後面裂開 然後正面那個再分開 所以膝蓋不轉 其實你都可以裂開大腿甲 所以是非常過癮的一回事 連動其實就是這麼多 但是也是那一句 你看到它本身 例如是桂枝 淋淋滋滋滋滋 亦都可以對折 爆不爆地 你便爆一下 其實應該是可以的 應該不行 小腿這麼長 應該是 這裏有一點尷尬 然後很多人 之前有些評測 說膝蓋關節很噁心 是這樣的 你的膝蓋關節 其實你可以先轉大腿 膝蓋整個不會露出內關節 如果你單獨轉小腿關節 膝蓋就會變得很長 所以你就著來玩 先轉上下下下 腳掌有沒有腳趾可動 沒有 有的 絕對是有的 這22000日圓 都不會令你失望 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而它來到香港就變了2200元 十算 足十算 算是這樣的 現在都75了 還有 入場費我又不用付 這應該是有速遞服務 你又飛不到去 有人幫你買賣 又叫賣工 腳底 那個文章真是 毀譽參半 零書 2日嗝 énergie 對 2日久 日本前日出 香港也有貨 是 我覺得是很神奇 很厲害 香港玩玩家 是幸福的 還是那句 本身十算,絕對是值回票價,只要QC是OK的話 什麼叫QCOK呢? 不錯,我用不錯來形容,托奶真是人品好 不要見到水汪汪眼,托奶 所以大家不用PM我,這款我不賣 你是否只有一款? 當然,我有需要Touchwood,我才會買第二款 我一直都是保持一款,九成九九九九九九 很多朋友說應不應該買,我覺得你都不是有選擇 橫分限定,第一款可動高達的合金 然後你今天不買,你之後不知道會不會繼續出 那你買不買? 我買了,我在等菇仔派貨,明天還是今星期尾 差不多了 我正在等著,我們先玩劍哥 好,稍後見 稍後快點